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开讲终结奖案系列 今天是联合国国际非暴力日 也是印度国父圣雄甘地的生日 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以圣雄甘地的生日定立为国际非暴力日 目的是希望各国反对任何的暴力行为 甘地先生一生坚持非暴力抵抗 透过非暴力的公民不合作 最终使印度脱离英国的统治 他追求真理的信念 以及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议方式 影响了后来的人权运动人士 如马丁路德·金恩博士 以及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等人 在这个纪念性的日子 首先欢迎太极门掌门人 即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 洪道子博士来为我们致辞 欢迎洪博士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今天是国际非暴力日 透过这场论坛 我们缅怀圣雄甘地 终其一生为和平所做的奉献 甘地始终坚持以非暴力信念领导 印度走向独立 即使遭受政治压迫 面对坚然险阻 忍不改其信念 他证明了 非暴力是人类可以使用的最高智慧 以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非暴力源自于爱 可以改变历史 我们应铭记国际非暴力日的精神意义 尽一己之力 促进人与人 政府与人民之间 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 尊重多样性 宽容并充分尊重所有人的天赋人权和基本自由 在这个惊涛骇浪 惊心动魄的大时代环境 没有人可以自身事外 世人的命运与厚福紧密相细 在孟子一书中早有警示 天作内有可为 自作内不可活 我们虚谈成面对问题的根源 在于人心的失衡 人类的良心被贪嗔痴慢疑 无毒所蒙蔽 导致世界上充斥着各种不同形式的暴力 回顾过去三年多以来 因疫情室内造成全球人类严重伤亡 加上天灾人后与战争 更造成全球经济动荡与粮食危机 此外 违反人道缺乏正义的权侵犯事件 时有所闻 例如贪腐与政府利用法税手段 打压宗教及心灵修行团体 剥夺人民的思想 信仰 宗教自由 甚至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等等 都遭受打压 这些都是伤害人民最深 最严重的国家暴力 今日民主国家 政府所遏知公权力来自人民 公权力的行使是两面认 以良心为禀 则能为国为民创造福祉 若致意扣权 违反人权 则成为伤害人民 伤害国家之最大暴力 主政者 赎法者 身在公门 心中应以众生之福祉为先 谨慎依法行事 抚养无愧才是 万法唯心 非暴力的信念 来自于对万物生灵生命的尊重 爱与慈悲之心 人人天天尽心思良 日日诚心还醒 真心为世界助导 让良心在千层的助导中觉醒 彻底改革个人贪婪 偏师之心 勇于认错改革 进而重新彰显 爱与良善的价值 与爱与和平的共同信念 团结合作 采取更积极 更多元面向 利益众生行动的良善正能量 永续地球与人类的未来 爱是人类心灵中宝贵的资产 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 更是权权的基本元素 用爱与和平实践权权 是本人一贯的训练与执志 多年来 我带领太极盟弟子 走遍全球101个国家 推动爱与和平 以及良心文化 地质无数珍贵国际有余 印证了人的一面之善 是转动世界命运的关键力量 每个人都可以是良心英雄 也都是守护地球 永续发展的和平天使 面对动荡的环境 心的安宁是稳定的力量 忠心期许 大家都能日日尽心 持续修缮自心 找回纯真的良心 并以立众之心 助人助己 帮助更多人 搭上这一艘 人类21世纪的心灵诺摇方舟 让我们早日回到 没有悲伤 没有恐惧 没有战争 没有痛苦的祥和世界 祝福大家 心中有爱 良心永在 平安喜乐 最让人痛心的暴力行为 是来自本英式保护者的施暴 例如家暴 例如国家施予人民的暴力 和精神施虐 台湾政府对人民的冷暴力 我们举例今年8月30日到9月2日 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中华民国第二次国家报告 国际审查会议 竟限制人民团体参加会议 而且将直播主赶出场外 并将拍摄的影片下架删除 NGO志工想将与贪腐相关的 社会问题的资料 交给国际审查委员 竟遭到工作人员粗暴阻拦 我们来看下列影片 五十万块钱 30万块钱 7万块钱 1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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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万块钱 8万块钱 Clare 由行政院主办法务部及廉政署承办的 2022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中华民国第二次国家报告 国际审查会议 9月2日下午举行结论性意见发表记者会 虽然是记者会 但对记者的拍摄及采访仍有所限制 这种不透明的审查会议 是否能反映台湾真实的现状呢 民团打上大问号 这样的一个闭门的会议 其实就是政府要欺骗整个世界 也要欺骗人民 其实就是这个国家整个彻底的腐败 整个彻底的贪腐 所以我的做法 我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罪状 直接放到委员在联合国的桌子上 不需要来跟这个人争 因为他们不信任人民嘛 那人民只好走自己救济的路 所以我们要继到联合国去 继到欧盟的人权委员会去 继到上次来的9个人的桌子上去 继到这次来的6个人桌子上去 我想人民就直接采取行动 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和人权 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理事长陈志龙教授 更质疑台湾公务机关存在拉帮结派系统性的贪腐 三个C要一起抓出来 第一个C就是clonism 就是近亲关系 都是以情代的种植关系 第二个就是consum policy 就是勾筛共磨 第三个C就是corruption 就是胡话 我们知道贪腐的钱到哪里去 就叫做ABC原则 A钱就是把钱A到口袋里头就是侵占 这叫A钱 B钱就是不该逼人家的人 逼人家强制征收没收人家财产 逼人家把钱缴出来 人家不该缴的钱乱七八糟缴 人家欠一点小钱 然后执行署就板着拍卖 叫人家有人甚至去跳楼 那这个东西都不对 那吸钱就是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到处把人民的钱吸走ABC 律师呼吁政府将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纳为国内法 就应该善加原用破除体制内的缺失 其中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就是奖金制度 反贪腐公约 它在国内是有特别法的位阶 它就是说只要是跟贪腐有关的 我们都是要以反贪腐公约作为优先适用 反贪腐公约施行法有讲说 只要不符合反贪腐公约的相关的规定 都应该要在三年内修正 那可是我们看到 连上次委员来做结论性意见的时候的建议 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包括要设定什么法律或设定什么机关 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立法院 有相关的行为 那更何况 我们法税改革联盟一再强调的 奖金这种结构性贪腐的事实 事实上一直都没有被政府所注意 一直没有被政府所注意 可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贪腐行为 因为它因为奖金的诱惑有可能是 譬如说税务机关 它就为了追求绩效或是追求奖金 来发出不合法或是不当的税单 所以我们认为说如果因为用单纯收税的 数额当作绩效 就很容易造成贪腐的事实 所以我们在此再一次强调的呼吁 政府一定要把这个万恶的诱因 奖金制度把它废除掉 把它回归到正常的薪资制度 花了纳税人673万 办了这场不公开不直播也不能采访的 反贪腐审查会议 政府是否有心贯彻反贪腐的决心呢 还是又沦为另一场大内宣 年底大选将至 人民拭目以待 很有决心要反贪腐 记者曾经军关心的台北报道 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序言中有提到 本公约缔约国民计预防及 根除贪腐为所有国家之责任 及各国应相互合作 并拥有政府部门以外 个人与团体之支持及参与 如民间社会团体 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 原此方面之工作 使能有效 而台湾的反贪腐公约国际审查会议 摆明违反公约序言的明文规定 政府在怕什么 主办单位在防什么 我们来看差点被天价税单逼死的公益律师 黄文黄他本人的亲自尽力 和财政部长张胜和许一哲 以及国税局长林中元在其任内的讲法 我今天是用被害人的身份来跟各位报告 这个案子是有一位被继承人 他在生前他就是为了可能怕被克这个遗产税 他就把在生前可能有一段时间生病 他的家人就把他的遗产一亿五千万都拖走了 拖走以后这个就继承人就跑人去楼空了 他也全部都抛弃继承人 那这个国税局他没有办法处理 他就去到法院去申请这个 这个等于是公益的律师来帮他处理 这个遗产案件等于遗产管理人 那律师公会就打电话来问我 我们这些有登记要去做这些公益的律师 我就跟他允诺了 那我们允诺这个案件以后呢 我们也按照程序去跟他公私送达 登报这些都是我们自费的 依照这个我们当时的法律规定 你这些款项全部都是要由这些遗产的管理人的律师 全部去颠付 那如果拿不回来 那个就是我们颠付 那我们也没有打算 我们本来就是要去做工 也没有打算再拿回来 那这个处理完这些事件以后 过了一年多以后 国税局他突然给我来一个 总共加起来是一亿一千多万的这个税单 那我吓一跳我打电话说 你有沒有搞错 你是罚我吗 他说对就是罚你 你如果不缴我们跟你送强制执行 那我怎么有一亿都可以缴呢 我还垫了三千块 事实上他的遗产已经拖到 剩下五百块而已 我连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我还帮他垫了三千多块 我说不行 我怎么知道他拖了一亿 他这个是生前拖产 我怎么知道他拖了一亿五千万 我说那我要调资料 我要看他怎么拖产的 他说不行 这个是个资不能给你 那不能给我 你要罚我 钱也不是我的啊 钱也不是我拿的 我也没有食指所得啊 这个不是税法 不是要食指磕税吗 我是帮你们服务呢 结果我们就透过管道 去找到这个财政当时的财政部次长张胜和 跟他澄清 他竟然跟我说一句话 我印象深刻 我这辈子永远忘不了他对我说那句话 他说我如果不罚你 你会跟那些继承人勾串 我继承人都跑光了 我会勾算什么 而且这个案子是你们国税级申请法院指定的人 我会跟他勾算 我等于帮你们解决问题 你要烦咬我一口 这什么心态 这个我认为他讲出他心里的话 他就是把人民当贼 我认为他就把人民当贼 你们就是准备要做坏事 所以我随时盯着你们 你们等于是国家再把人民当贼一样 那我为了这个案子 我连续六个月都没有办法睡觉 每次我很怕黑 我怕黑不是怕鬼 因为人比鬼还可怕 人比鬼还可怕 我不怕鬼 我怕黑是因为每次 我根本睡不着 晚上起来 整个晚上在那边走来走去 好几次都从 想从我住的酒楼跳下去 我如果要跳下去的时候 就赶快去看我的小孩 就 就 就只住这个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小孩 让我活到现在 因为虽然我一直在当辩护律师 一直在为人民服务 做很多公益的事情 但是你一旦遭受那种国家 那种强大的力量在对抗你的时候 那种力量是 不是我们一个辩护律师 有办法去承受的 所以连我们律师都没有办法承受 这种压力 何况是一般的老百姓 所以我觉得 国家不应该把人民当贼 国家也不应该去霸凌你的人民 因为国家是由我们人民组成的 所以国家不是在我们之上 国家是为我们服务的 国家的机关是为我们服务 不是来霸凌我们的 这个是我想的 但是这个案子的税单 到现在都还没有撤销 他因为我第一个 我认为他是不敢面对 第二个他就想 他应该他就想说 那就这样吧 就是我认为他们的想法 可能就是不了了之的 他们也许是这种想法 但是我们一直在承受这种压力 所以我们认为说 国家的心态应该要调整 是为人民服务 不是来霸凌人民 也不是把人民当贼 这个是我强烈的服务 谢谢 茶器奖金被废掉了 你现在变相 搞出一个奖励金 这些没有法院依据的 在民国93年4月9号 已经将财务法环 处理暂行条例 第三条第四条 修正废纸 所以你们茶器奖金 也就被取消了 但是财政部 合花税务奖励金 作为要点 用作为要点 取代被取消的 这个法院 然后来花这个奖励金 那你现在 所以我们这个税务人员 都有年总奖金 有考纪奖金 考纪奖金就是你表现 良好给考纪奖金 还有不休假奖金 你现在又变相 跟你拿这个奖励金 合理吗 你说 来部长说个公道话 是 我说公道话 税务体系 这个自发体系 如果待遇不高 它不足以养联 我们这个税务奖励金 没有个人奖金这一块 为什么我们编的预算里面 还是有 105 106都还有 这个所谓个人奖金额 这一块 监察院4月12号 有个调查报告 税务奖金法源不足之外 主管人员领取的金额偏高 未删除财税机关 正副首长之个人奖金 你不是在鼓励基层人员 是上头在拿这个钱 我想其他机关也是一样 你首长副首长也有您相关的奖金 今天奖金不是只有 我们税务奖金只有 财政部有而已 其他任何机关都有啊 那你说个人取消变团体 团体又是首长在发 那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 1212在那边 您快变成一种变相的津贴了 部长 这税务奖金你有没有拿 我没有拿 我没有拿 你没有拿 那谁在拿 就是相关的 所有的税务同仁嘛 我刚刚讲要靠大家是什么 有一首歌我就很喜欢唱的就是 你是我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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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我的演 为什么 大家去帮我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人在逃漏税 好 所以各位 你们是国税局的演 如果你看到了怎么办呢 来 跟国税局检取 如果你觉得他生意很好 他却没有用罚票 你就来告诉我们 好 请问像国税局检取有什么帮助 有奖金吗 有奖金吗 最高480万 这个问的太好了 这个同学应该可以把他吸引进来当我们的这个优秀同仁 大家听完这个以后有兴趣来加入我们代表市国税局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税务奖励金是诱发无良官员烂开税单 让人民痛苦 让自己土利的根源 而林中原前国税局长鼓励政大的学生 当国税局的廖北亚眼线 还有最高480万的检举奖金可以拿 更是重现白色恐怖的手法 不当的鼓励检举 并且烂税 带给人民莫大的精神暴力 让人民陷入痛苦的绝境 10月10日是我们国家的生日 在举国欢腾 普天同庆之时 我们呼吁政府以良心治国 所有官员本于良心 真心爱民爱国 才有资格向上天祈求国泰民安 国家福座绵长 最后我们以和平助导歌和良心之语 全球助导短片 来祝福我们国家 国运昌龙 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回到 没有疫情 没有战争 没有痛苦与恐惧的时代 人人心中有爱 全球和平 世界永续 天下太平 有今天死了 都要 agora祝福我们国家的天公 下来祝福我们ously 大 kokkent 只好 搞 таких Certain Socie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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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